大家好,歡迎收看《家境清貧泰國新聞》 這裏是家裏嗎?不是,是儀私外景來拍攝 因為家裏太悶了,所以在外面跟大家分享這個泰國新聞 今天講的內容可能是小沉氣 話說我之前也曾經講過很多次有關泰國開關的事情 但不知有網民說,胡先生,其他Youtuber說了還沒說 快點說好,我還沒說?我講過起碼兩次 是否因為我沒有付錢Youtuber,他沒有幫我散播出去 既然是這樣,我再講一次 但其實也要解釋一下 之前也講過兩次,也有網民說,胡先生,不用再說 不用再黑銷,叫人來,我們是不會來的 香港人是不會來的,為什麼? 因為來完之後隔離二十一天,我們怎麼會來 即是浪費了,不用再說了 這樣說吧,首先第一,我不是黑銷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你來吧,快點來,正啊 不來就問,我從來都沒有這樣說過 我只可以將我所知的情況告訴大家 此外,我也明白的就是,正常的香港朋友 一定都不會怎麼來,為什麼? 你來完之後隔離二十一天,回香港隔離二十一天 怎麼會有人這樣做?但其實也有人這樣 我認識了兩個朋友,已經願意想著來 為什麼?因為自由身,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工作 就是有錢人,所以來這裡就盡情玩 玩完回去二十一天,就二十一天 有的時間,有的所謂,我願意,我願意投資時間 總之你肯讓我離泰國就行了 那兼且來泰國,他都不是想著四十三夜 他都是想著來整個月,所以這些資料 對於他們來說都OK的 同樣地等於一件事,我介紹,南極的潛艇很厲害 厲害,可以當旅遊的事件簿 大家坐潛艇遊南極 但我是不會去南極的,港北廳做什麼 真是浪費 但這些資訊,叫Informative 有人想知道,大哥 同樣地等於我每日Tightland Fans 我都會說,海南雞飯哪裡帶大家 原來哪裡有自助餐吃 我知道大家是來不到,吃不到 但問題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住在這裏 或是聽廣東話的朋友住在這裏 他們知道這些資訊,他們都想知道 再者,廣藝廣東話 懂得廣東話的人,全世界都有 譬如你香港朋友來到,要隔離 但譬如你美國,或加拿大,或哪裡 那些朋友,他們來的時候 可能回去不需要隔離 那你不需要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的內容 我覺得我都是讚美和大家分享 那當然,我剛才所說的 你可能覺得狡辯,在這裏狡辯 你黑色要黑色 你要這樣說,我只是說對不起 不好意思 Anyway,這些資訊 我覺得是資訊的 我都想跟大家分享 正如正如有網民說 你快點說吧,人家都說了 還不說 我其實都已經說了兩次很多 是不是很沉氣 既然不斷再說 不過這樣說 以後來講的事情 其實都有一些新的Point 新的觀點在裏面 大家都不妨聽一下 首先,舊市重溫 回帶 巴玉大概幾個月前 合指一算 不經不過 都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 幾個月前說 我四個月之後 就要 一百二十日 就要開放泰國了 果然 果然 真的現在開放了 但當然 我經常說 做得到 不代表做得好 你開得到 不代表開得好 你開完之後 會否有其他問題帶來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你不走第一步 就沒有人知道 至於 整個泰國開完 其實不是的 當然 有些外省散夫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就以大家知道來講 曼谷 巴提亞 華欣 清邁 這些地方便會開 所以對一些旅遊人士 無論你住在哪裡都好 都可以有機會來到 接著就不需要隔離 至於是什麼地方呢? 有十個國家 其實正式應該是這麼說 有十個國家與地方才對 裡面 包括不包括香港和澳門呢? 據我了解 其實應該是包米的 但是 大家最好都是問 泰國政府旅遊局 香港辦事超越 電話22860732 22860732 你問他們 他們便可以告訴你 理論上是包米的 據我了解 未來不單止十個 可能有三十幾個都不奇怪 逐漸等更多的遊客 可以來這裡救救泰國 至於說 來說不用隔離 那是不是真的 買一張機票 然後上阿高達 訂酒店便可以來呢? 今時今日沒有那麼方便 他是說 即是不用隔離 但是 以前來泰國 未有做什麼 STV 有COE 很多東西 現在是否需要這些呢? 現在說不需要 但反過來 是一個Tainan Plus Tainan Plus 怎樣做法呢? 我還未知 因為還未公佈 還未知? 11月1號是 現在多少號 還未知? 我相信大概10月26號 就會知道 你不要這麼深刻 打電話去領事館問 領事館可能暫時都未知 你多隔幾天才問 他們會有個System 有個網站 讓你去登記 做一個Tainan Plus 但需不需要又買很重的保險呢? 我覺得需要 好了 去到這個時候 又有少少 大家可能會 猶疑 就是說 以往 以往就是說 要做COE 什麼都好 你一說到買保險的話 很多人都說 上網搞吧 但我買了一隻保險 最後也彈回 偏偏要親自上去領事館 然後介紹一隻 那隻就可以了 如果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 當大家都做這個Tainan Plus 的時候 是否最好都上去領事館問他呢? 我覺得是 正所謂的子女好與壞 在乎溝通與關壞 人與人之間溝通與關壞都很重要 領事館的職員 每天聽這麼多電話都很煩 然後上去 給個少傭去看 關心他們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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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們都會很開心 起飽的 是 泰國整事館 知道你來吧 沒有問題 好 拜拜 但你如果真的有些人性的東西 在你面前 笑一下 給些關心一下 然後他可能給一些資料 例如說 你用這隻保險 上去拿了更加多的資料 那麼他介紹的保險 多數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你便更加知道 可以很快去搞定 那個Tai Leng Pass 就不用 買極都彈 買極都彈 於是 總括來說 當這個Tai Leng Pass的網站 開了的時候 其實呢 除了要填滿裡面的東西 裡面都可能 包括要買保險的科 還有呢 分分鐘都是要經領事館 所以我建議大家 可能都不厭其煩地上去領事館 親自了解一下 那就會好些 穩陣些 好了 那酒店是不是 我想住那間A&B&B 行不行 A&B&B是行的 但是呢 假設我來住10晚 行不行 這樣說 基本上呢 你只能夠住9晚 不能夠住10晚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原來 現在這個系統之下 你必須要第一晚 就是預訂一間 Charpets的酒店 什麼叫Charpets呢 Charpets 就是說 這間酒店裡面 大多數的員工 打齊兩針 通常裡面 有很多的防疫措施 各方面 這就為Charpets的酒店 你第一晚來 一定要住這間酒店 而且還要預訂酒店的 尼姆斯 就方便去酒店 拆鼻孔 或者去適當的地方拆鼻孔 然後呢 你那一晚 都一定要去Charpets 那間酒店裡面 過夜 就不能夠 威嚇我吃海南雞飯 去水門街 去唐人街 不能夠 那你一定要躲在這間酒店裡面 直至第二天 測試了 沒事了 你是聰明的 你可以到處走 那裡說 要去Charpets的酒店 你在A&B&B 當然是不行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想 又或者 如果你說 在哪裡找 哪裏有Charpets的酒店 其實上網查一下 都可以的 現在泰國 大多數的酒店 都有Charpets的系統 所以 其實如果你不厭煩的話 不想搬來搬去 我這麼多天 就住在那間 不要以為Charpets的酒店 等於那些 那些叫做 S&Q的酒店 我看胡文聰的片 看過 那些很恐怖 那些S&Q的酒店 是給大家去 去隔離的酒店 而Charpets的酒店 其實不是給大家隔離的 有很多的升級酒店 都已經拿了牌 Charpets 是正式的 是升級酒店 和之前 你疫情之前來的 System 的Quality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 Charpets的酒店 有四星五星三星 是很OK的 不用擔心 好了 有些朋友說 我來到之後 我順便去鄉下 探我女朋友 最好就不要 因為你女朋友的鄉下 分分鐘 就不是現在游客 可以去的地方 如果你要去 亦都可能涉及很多 繁民浴節 很多東西 所以就不太好 另外 有人說 一來當然要去 他真是開心 他很開心 你知道很開心 如果你真是 最後那些是開心 你知道他講了什麼 遲些先 那些地方 12月1日才開 因為你知道 那些地方通常都是賣酒 賣酒的地方 12月1日才開 12月1日才開 12月1日才可以開心 但是你說 不是 原來我找那個好朋友 他已經轉行做按摩 那沒問題 因為現在按摩店 全部已經開了 你找他 跟他在房間裡聊聊天 就是最後一塊 讓他按一下你 你得到一個舒服 都OK的 但是留意一件事 有些資料 有些是舊料 有些是新料 無論什麼料 都是一個好料 一些資訊 不是說 叫大家馬上來了 不來就糞了 不是這樣 只不過就是 Informative 一些資訊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 尤其是 有人說 每個人都講完 都不講 你快講吧 OK 現在第三次了 重要事情講了三次 終於講了三次了 希望大家 如果可以 幫我分享出去 於是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真的有講 我不是沒有講的 讓多些人知道 原來有這些資料 這些這回事 儘管儘管 此時此刻 作為一個香港朋友 你可能未必真的 可以來到泰國 但不要緊 要知道這件事 還有 期望遲些少 可能香港政府 覺得 泰國做得不錯 或者成績不錯 可能21日變14日 14日變7日 或者怎樣都好 這是將來的事 就是將來才算 希望大家 都喜歡這次的內容 若然大家覺得我所說的內容 即是有Point 以及表現得好的話 不妨呢 都可以支持小弟 加入我的Watcher Club 好嗎 多謝大家 多謝